各位饭堂好 你知道吗 面对COVID 虽然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接种疫苗 但总是有些人很担心 觉得打疫苗没有用 而这其实的确有可能 因为确实有一群人 面临与一般人不同的困境 这群人就是免疫低下族群 这集我们来谈谈免疫低下族群 如果打了疫苗 效果也不好 他们该怎么办 而自身抗体生产不够的话 又该如何对抗病毒呢 免疫低下族群 顾名思义就是免疫功能低落的人 在这边可不是指喝太多冰水 或是睡眠不足 那种感觉免疫力下降的朋友 我知道我也是每天都觉得睡眠不足 在医学上 是有明确定义免疫低下族群的 比如血癌患者 血癌是体内不成熟的免疫细胞 增生所引起的疾病 或是接受化疗的患者 由于接受化疗 会破坏一部分的免疫细胞 同样会造成免疫低下 还有像是器官移植者 他们必须服用免疫抑制剂 以避免自身的免疫系统 去攻击移植的器官 更不用说造成免疫系统功能失常的 HIV感染者 以及先天免疫不全的人了 这些免疫低下族群 即使施打了疫苗 身体能产生的抗体 比一般正常人低 就以血癌患者的情况来说好了 若是他们要施打新冠疫苗 可能需暂停治疗或延迟治疗 根据瑞士洛商大学医院 临床研究的显示 一般健康的族群 施打疫苗之后 有超过九成以上 可以有效产生抗体 但免疫低下的族群 在接种疫苗后的反应较差 文献指出 罹患血液肿瘤 或是移植了实体器官的病人 施打疫苗后 约仅有30%到50%的比例 可以生成抗体 对抗COVID-19 既然这些免疫低下的族群 在打了疫苗之后 并没有办法产生足够抗体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使他们具有足够的免疫力呢 这就要回到 形成免疫的方法来谈了 形成免疫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主动免疫 主动免疫就是指自然感染病源后 或是透过疫苗施打 使自己的身体内免疫细胞产生免疫力 而另外一种叫做被动免疫 顾名思义 就是被动的获得免疫力 比如说妈妈身上的抗体 透过胎盘或是母乳送给宝宝 使宝宝即使免疫系统 还尚未见过完全 也同样能获得足够的免疫力 藉由这个道理 我们就可以通过被动获得免疫力的模式 设计施打多株或是单株抗体药物 来对抗或是预防特定的病源 比如说在新生儿感染中 相当危险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部分的早产额会施打RSV的单株抗体药物 作为预防感染 所以同样的道理 针对SARS-CoV-2设计的单株抗体药物 如果使用在免疫低下的族群上 也可以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单株抗体 当我们身体感染各种病源 或有外来物入侵时 身体会产生抗体 来对抗这些病源或入侵物 所以如果我们感染COVID 血液中也同样会产生 对抗SARS-CoV-2的抗体 这些各式各样的抗体 同样会结合在病毒的各处 这时把COVID康复者的血液抽出来 将当中的抗体分离出来 而这款富含抗体的血清 我们就称为多株抗体 多株抗体因为抗体数量或种类多或杂 效果并不一定 那如果能从多株抗体当中 将有效的一种抗体分离出来 不是更好用吗? Bingo!没错! 可是这样不就得抽很多人或动物的血 才能有足够的抗体吗? 其实不用喔! 1984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Kohler跟Milstein 他们开发了融合流技术 能在体外将骨髓流细胞 和特定B细胞融合并培养 使这个融合流同时具有分泌专一抗体 和不断增生分裂的特性 因此就可以快速制造出大量的单株抗体 所以只要将COVID康复者的B细胞 透过融合流技术 挑选出能生产有效对抗SARS-CoV-2抗体的细胞 我们就可以得到对抗COVID的单株抗体 例如AZ的Evacil Lily的Beptolovimab 以及GSK的Sotrovimab 都是治疗COVID的单株抗体药物 其中也有药厂为了增加对变异株的耐受性 以及增加抗体的综合能力 筛选两种抗体组合 作为预防跟治疗COVID-19的 鸡尾酒氏抗体组合 为了在接种疫苗之外 提供免疫低下族群多一层保护 台湾疾管署也采购了长效型单株抗体 然而所有的药物都有同样的顾虑 那就是并非每个人都适用 那怎样的人适用呢 这点就交给更专业的医师来说明 大家都知道打了三剂的新冠肺炎疫苗 还是会得到新冠肺炎 那这里面其中步伐是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一些病人 他们打了三剂的新冠肺炎疫苗 得到的保护率大概就是三成到五成 所以对这些病人呢 要怎么样能够避免他被感染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新的一个长效的单株抗体 指挥中心也买了一万剂的这个抗体 要提供给免疫功能低下的病患来公费的施打 那施打的条件就是包括 成人或者是12岁 而且体重要大于40公斤 六个月内没有感染COVID的病人 一周内与COVID的感染者没有与之的接触时 这些就是符合他的先决条件 但是要有四种病才能够施打 第一个就是曾在一年内接受实体器官 例如肝脏肾脏移植 或者是血液干细胞移植 第二个就是接受实体器官 或者是血液干细胞移植 后任何时间有局性排斥现象 第三个就是曾在一年内接受CardT治疗 或者是V细胞清除治疗 第四个就是具有重大伤病卡的 严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的病患 那这些病人施打了长孝的单株抗体之后 他可以预防83%被感染COVID-19的一个感染的风险 防护效果也至少能够达到六个月 施打这个长孝型的单株抗体 最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过敏性的修课 但是它极少发生 但是因为有可能会过敏性修课 所以施打以后必须在医院观察 一个小时以后没有问题才能够离开 那其他的副作用像这个疲劳 胸痛不是恶心呕吐等等 是一个不严重的一个很少的一些副作用 符合使用长孝型单株抗体的病人 可以先跟医师好好的讨论是否适合使用 再来使用单株抗体来做预防 长孝型的单株抗体 也可以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病人 这些病人必须要是有重症风险的因子 且不需要用氧气的轻症病患 在发病的五天内给予这个单株抗体 那它可以减少这个住院或者是死亡风险 大约减少七成 如果三天内就投药的话 那可以减少到八成八 同样在这个阶段可以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目前有四种 口服的有莫拉皮拉韦跟帕斯洛比德 两个是要口服五天 第三种是瑞德西韦 静脉注射三天 那第四种就是现在的这个长孝单株抗体 那肌肉注射一剂 到底要使用哪一种的药物来治疗 对病患是最有好处的 必须要跟医师做适当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讨论 那随着医学的进步 对Covid-19的了解 有更多的药物可以用来治疗跟预防 相信对病人得到Covid-19以后的重症的风险 应该是有所帮助 本集节目内容由泛科学与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共同企划 也感谢他们的支持 让我们能好好分享单株抗体的讯息 但请记得 若你属于免疫低下族群 仍然必须要跟医生讨论 再判断是否采用这一项防疫方式哦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订阅PanSite泛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